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真是公家 是 我們聲言包著用 你當時說過真是公家 我們已經等了一整天了 現在輪到我們 是不是還要你們吃中的人來管 想打水?把我們倒滿才說 你已經打了很多桶水了 還想打水, 只有其他人才打 打… 我也很明白 從谷雨節到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天 但是一滴雨水也沒下過 的確是令大家很擔心 但是正所謂成事在天 也先要謀事在人 大家與其吵吵吵吵 倒不如實實在在想個辦法 面對這場大罕 由今天開始 我會每天派人到黃陽灘拿水 雖然路途遙遠, 水也不拿得多 但是總可以有個衣著 另外, 在教祖時期 我已經叫人開闢新井 所有可以做的都已經做了 大家沒有意見的就這麼決定 我趕時間回吉慶堂失陪了 嚴老闆的辦法 雖然不能自本 但也算是可以自標 大家就權宜相助一下 你也知道人家自標不自本嗎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為甚麼會沒水 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們掌房多士幹 五叔, 你不是這個時候還在無事生非嗎 很大的當家款 現在你們掌房賺錢 去贖那個不乾淨的女人 才會搞出這麼多事出來 那誰是無事生非 沒錯 嚴老闆一向來平平安安都沒事的 為甚麼牌坊會被雷劈 為甚麼會大海沒水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責人須有理, 五叔 我還記得幾年前 五叔你只責過家中一個奴役偷錢 結果把他毒打 借傷成毒, 他只剩下半條人命 後來有十幾戶人家 家中的羊都發瘟而死 我就夠沒跟你計較 是因為天氣, 看你的所為不順眼 還有你, 世文 當年祖屋百毅成災 難道我有說過 是因為你變賣田地 氣死你爹才會有這樣的報應嗎 氣候變幻無常, 天災難差 有時就把所有責任 推到一個家春婚的身上 這麼說, 道理能夠去嗎 如果要補過春婚 連累我們全族人陪你們掌房受苦 這個道理是否能夠說過去 Saman 那算了, 人家要怎麼想 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我們掌房的家事 也不能讓其他人去管 修陽前在替人消災 這件事是我份內事 好, 你懂得說這句話 我有另一件份內事要你去做 我以為工場今天不用開工 不過沒所謂 我來到這裡 就要做羅造馬, 職半吩咐 我不是說工場的事 我想你明天幫我帶些糧食 和物資到山上給少奶 這麼重要的工作 你相信過我嗎 就當我相信不過你 我不想你留在吉慶堂 好, 嚴導白開道聲 我不能拒絕 你就代我跟少奶說一聲 叫他們暫時不要上來 尤其是你們宋家掌房少奶 總之山上已經是大海沒過 他們都不適宜這麼早回來鹽家店 這幾句簡單的話, 你記住吧 放心 我一定依足你分貨去做 喝杯茶 好, 乾杯 事實不留人 你何必勉強呢 宋家小姑娘的事 你幫不上就算了 我這次下山 是幫閻萬熙送糧食給她的妻子 是一份猜事, 沒其他意思 對了, 天燈台的井打得怎麼樣 多謝盈少奶奶請來幫忙 還要盈老闆送你的貨品 口井今天已經打得有五象心 五象心?但還沒有誰 當初在那裡開井 可能是我老眼分化得不定 我相信毛大叔的眼光不會有錯 雖然我當天眼光準 但山脈和村又會有變動的時候 地底的水面物理 事多事少也會有改造的可能 這樣吧, 小琴 你明天不如跟東昇大哥 拿湯家家寨吧 我下去? 毛大叔 你叫小琴的家家寨 和你的井有甚麼關係? 青燈台的水碼 和青陽構的是一物相成 山上水清, 流量少 三下水座, 流量多 如果小琴下去 發現三下都沒有水的話 這口井我要何必再開下去呢? 既然是這樣, 我稍後去準備 你們都餓了, 做點東西給你們吃 好 大叔是擔心井 鄭奕華擔心我回家家寨的時候 會做錯事嗎? 正所謂當國者迷 就算開井 也要不時抽身 看清楚四周環境有甚麼變化 剛才我說的是事實 至於你說的錯事 我沒有說怕會發生 但畢竟多的人多一份提點 提醒自己是甚麼身分 水快點用, 不會很快就沒了 學死在這裡不值得 我也不明白 堂堂嚴家少奶奶 為甚麼要陪人下來招肥方式 少奶奶喜歡陪人不要緊 不要連累我們 糟了, 這次 剩下水就不夠今晚用了 這天最差的是女人 方天 在東標烏龜石那邊 走過十一二里路 有個井打得很深的 以前就算有天幾汗 也一定會打得水回來的 十一二里路, 我們現在要下半天了 我知道, 所以我打算自己去拿 你們繼續煮飯 不用告訴少奶奶 信少奶奶, 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 行了, 我在那個山頭大, 沒問題 但這樣也不是辦法 如果夫人的水井還有水的話 我們剛才也打聽到了 嘗嘗 總輝, 你以為誰來了 發生甚麼事 是我, 我不小心打死了水 雷星找到你了 東星大哥 東陽少爺和婆婆 還有大姐姐最近怎麼樣 他們很好, 最擔心 東陽少爺, 他有沒有怪我 怪你甚麼 要怪就怪天 怪鹽家舖上人魚無無知 何時輪到怪你 但現在連山下面的井也沒有水 確實是罕有 又很難過地遠在我頭上 華大叔說過 華山上山下的地下水紋 是一脈相成的 其實這次我除了幫鹽老闆 送涼水上來之外 希望鹽少奶奶給我多留幾天 找出附近井水干擱的原因 可能的話 可能開到我的水井也不奇怪 不過這個時候 找到一個有水井的井 確實是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 不過只要送上少爺 東星大哥多辛苦都會以不容辭 不容辭 東星 鹽少奶奶 嚴老闆他叫你下山 還有甚麼加大力跟我說 嚴老闆叫我點涼水下來 真的這麼多 山上見是否發生了甚麼事 鹽家破的情況是沒有惡劣的 你不怕跟我說 我不會告訴你春婚知曉 山上的人 沒錯他很不耐煩 山上一天不下雨 春婚不可能會上山 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那鹽老闆說有甚麼對策 嚴朝娜娜與其等鹽老闆想辦法 倒不如趁河水還沒乾 還快送春婚上到頭 離開這個地方更好 你要春婚離開? 嚴老闆叫我帶春婚到嘉嘉寨 還是希望他暫時可以保住自己的聲譽 到適當的時候才回到鹽家店 如果春婚就這樣走了 讓玉衛罪潛逃 得完承認被馬臣污辱過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我也不希望其他人這樣看他 但是你丈夫是真心幫他 但是你丈夫是真心幫他 突然想把他當作一隻棋 作為日後的代罪羔羊 這是你和我也不可以說他肯定 曼希猶借錢給宋家 到今天幫春婚 從來沒想過要害宋家 他更加不希望春婚 因為被馬臣老劫過而受搶 這是事實 嚴少奶奶很了解嚴老闆的 是你不了解他 我是他的妻子 我了解他的應分 我明白 深為嚴老闆的妻子 幫完事事也要維護他 我又說了一個事實給你聽 我不僅會維護我丈夫 春婚是我好姐妹 我一樣會保護她 不管是她的聲譽或是她的感受 我也不會容許任何人傷害她 嚴少奶奶雖然把笑話說得含粗 但我聽得很明白 聽得明白, 亦希望你有記性 我曾經說過 我很希望春婚日後 可以過得平平安安, 你記得嗎 我看得出來不是一個燈逃浪子 一個情真的人 有時傷害人會傷得重心 小頭, 不好意思 怎麼了?是不是很怕見到我的樣子 是不是覺得很醜, 不想見到我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怕擋住你 那些皮鋪是給你的 你今晚跟我和明虎一起睡吧 不用了, 我不習慣和麥犬一起睡 我今晚自己出去睡 外面晚上很涼的 我不是你的少奶奶 整天都要有人照顧 我和爹開掌整天都身為露宿 我不是什麼少奶奶 其實我也是窮虎出身 和你差不多 我之前是否得罪了你什麼 我和你道歉 你千萬不要和我道歉 我今年的下人 哪有資格要你送一家少奶奶 和我道歉 要不讓東星大哥聽到 以為我欺負你送一家少奶奶 春婚 我們不要見鬼 書琴是這樣的 我們吃飯睡覺也好 也好怕三步的 我看今晚風大 怕我一時不畏意會嚇到 我知道 所以對面山頭樹下 那裡沒那麼多風 我跟他說要露宿的話 不再去那邊 你怎麼這麼清楚 上次 上次你的槍傷好一點沒有 好了 你不說就忘了 怎麼了 怎麼了 你不想我說的話 不是 難得我傷好 有些不開心的事 忘記確實是好的 你也累了, 早點休息 我相信 相信你叫賢少奶奶跟我說的話 我相信的 我跟山上的人怎麼說 不論天天要光寒到什麼時候 我相信你是情白的 好 早點休息 小琴呢?他不是和我們一起嗎 小琴說今晚自己在外面睡 我叫東昇大哥去見他了 連你也看得出嗎? 看得出什麼? 小琴對東昇有意 你說小琴不喜歡東昇大哥? 要不然他怎麼會經常針對你 他不想東昇處處維護你幫你 他嚇你吵嗎? 嚇我吵? 我想他搞錯了 東昇大哥對每個人都這麼好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 但我也覺得東昇對你特別好 對, 問心 其實你對他也有意於其他人 怎麼連你都這樣誤會我 我對東昇大哥只是同族大伯 上次買策那件事我知 所以叫你幫我交給他 是因為他幫我捱過一槍 你不是因為這樣 就覺得我是水星陽花人吧 問心 在你心中 你是不是只喜歡東昇一個? 我當然就是喜歡東昇一個 我是他的妻子 我這輩子這輩子 只喜歡我丈夫東昇一個 正如你一樣 難道你不愛嚴老闆嗎? 萬一現在 確實是我一生一世的男人 但我最開瘡 我怎麼會想到我們有這樣的一天 終於知道對人的感情 真的不可以這麼理性 說得有就有, 說得沒有就沒有 你要清楚這個動力, 知道嗎? 今晚我實在說話太多了 大家早點休息吧, 好不好 你這麼快就休息 我們大水不多的, 先走多個山頭吧 不是一個山頭還是兩個山頭的問題 我不是沒試過家爹開井 所謂黃陽敲和鹽家庫的地下水脈 是一脈相成 也只是去到這裡為止 過了烏吐石 就算我們找到地下水脈 也不關鹽家庫的事 我們倒不如快點回山上 不要讓爹在山上白費心思 沒理由, 一路沿路上也有很多野草 你確定有水源的 就算是退鹽的話 也不會完全乾淨的 是因為野草命戰 就像人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好命 每個人都有人照顧 有人為他關心 為他奔波奴隸 沒有是沒有的 難道這樣死去嗎 你說甚麼 我說事實 事實是你也知道 我知道的 開井的事不是一句話就算數 既然這樣 去找個荒廢的井 再打深一點 就知道有沒有水 你說來說去 還是不想人家說 宋家小少奶奶是不祥人 幹甚麼 我這次又不能做他們 烈藥當兇, 這麼多人上山 看來不是丟得出去不簡單 是曹君長和他們報仇 兩三里之外 應該有他們的人在受命 你有沒有派人出去 問問他們究竟要去哪兒 去哪兒都好 希望他們就是路經這裡 這麼簡單就算 這次真是辛苦曹君長 我代嚴家鋪敬你一杯 好 照馬賊是我們的本分 但如果大家老百姓 懂得大體一點 我們做父母官 怎麼會怕辛苦 曹君長有甚麼需要的 儘管開聲 我們嚴家鋪一定會竭盡所難 這次追著馬賊 比我預期花多了功夫 所以糧食涼水也不足夠 而且要距離山下軍營 老徒也不短 productions 所以我暫時想去嚴家鋪鋪飼摘多段時間 可不可以 多久了 曹君長要去嚴家鋪飼摘多久呢 行軍打仗要趕快要趕快 另一個月就確定 哪一年就確定 我怎麼告訴你 個月... 怎麼還要不要忘了 現在知道是甚麼嗎?有賊上殺 你就曉得找我們求救 而官兵要做點事 你們就在這裡驗三驗死 曹軍長, 你千萬別誤會 如果你不嫌我們鹽家抱屈的 所有東西包在鹽某身上 果然是鹽老闆一舊爽快, 乾杯 好 我們已經在這裡等死, 倒不如走 走 那天再看下去 我們留在這裡 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今天來的鵝兵 藍武天會來的馬賊 我們唯有下山, 逐水而居 保得住這條命 等大肯過了, 我們才回上來 要放棄鹽家抱的一切 聖鹽那邊未必然 現在是聖鹽他們自己 隱郎入室 他們不肯走, 我們何必讓他們 牽著後腳在這裡等死 聖鹽兩族古有遺憤 是同宗同廟同生共死 我們又怎能說走就走呢 現在是他自己拿主意 讓那些軍隊留下 有沒有跟我們說過 沒有… 還有, 聽到聖鹽的 扣起米糧留給自己 我說他根本沒估過我們的命 是呀… 是呀… 如果最後一步 我們也不應該沒有這個險 說話就不是這麼說 既然大家認為這樣 才有條生路 這次我就贊成東陽的說法了 我也是這麼說 出去討一討好過來領洞 大家說是吧 好… 我不贊成這樣做 外面黃沙萬里 你們真的可以捱得過去嗎 即使你們真的可以捱得過去 你們家中的婦孺 又可以捱得過去嗎 我可以 我入門的時候 已經注定要跟著我的孤軍 他去哪兒我就去哪兒 不管是山莫也好 刀山也好 就算捱不過也要捱 是生是死 我也會跟上去 這些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 都應該這麼想 是不是呀, 婆婆 曹軍長在那時候 帶這麼大隊兵上山 一定輝還好熱 那些官兵會不會只是過路 未必一定會上鹽膠舖的 我們住了這麼久 你不知道這裡的人怎麼生活 如果那些當兵的 不知道山上有事 就不會某些人這樣上去 更不會那麼免得失事 激過鹽膠舖在其他地方 那他們去鹽膠舖的目的是甚麼 要是鹽膠舖發生了一件事 叫曹軍長上去幫忙 要是他們上去籌武軍響 我想我也要上鹽膠舖一趟 看看發生甚麼事 就是, 你上去吧 我們這裡安定好了 你不用擔心我 阿靖、關炳 是 阿靖, 你馬上收成行蹤 我們馬上上山 關炳 是 你跟東昇少爺留在這裡 照顧宋少奶奶 只有你們兩個女人上路怎麼行呢 如果在路上遇到甚麼問題那怎麼辦 你不放心我 我豈不是這麼不放心你 鹽少奶奶 阿靖, 不如這樣吧 我跟小靠不留下 他就可以陪你上山了 就這樣決定吧 鹽老闆現在很需要你在他身邊 那好吧, 總之一切小心 山上的事已經定了 我就回來接你 我曹某, 走遍整個黃土地 就只有你鹽家鋪最識大體 如果不是有曹君長 你替我們日夜奔波, 掃蕩馬賊 我們又怎會有安穩的日子 說得好, 來, 乾杯 老闆 是不是有重要事 曹君長是自己人, 有甚麼儘管說 宋東陽在遊客之前 帶了三四十個宋家主侄離開鹽家鋪 說下山避難我 無端的事, 他們為甚麼要下山 黃陽灘的水位都已經退到改了河道 如果他們要拿水 山上山下, 不會只賺勞民雙彩 你先出去 是 曹君長, 你無須為這種人操心 這些人平時不是生產 只會喝喝吃吃 一有小事就落方意圖 真是丟我們鹽家鋪的臉 來, 乾杯 來 曹君長, 因為最近天罕 多了很多機民來我們這裡 乞食生事 你可不可以派一些士兵去城門駐守 讓他們知難而退呢? 舉手之爐, 就幫我曹某身上 好, 來, 老闆… 甚麼事? 馬賊送信上山 以後你交出所有涼水 而且明天就入城路 來, 阿姨… 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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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虛張聲聲 那些馬賊沒水沒水 我就不相信他們會有力上來 我們家庭放鮮 別跟他們拼過萬一 立刻通知所有的子侄 是藍丁的都要出來幫忙, 去 曹君長, 因為宋東揚帶走我們很多人 現在人手缺乏, 徵前門就要交給你們 嚴老闆, 你不是打算放手跟他硬拚嗎 君長, 我想你也應該看得出 我之所以帶牌賢籍招呼各位 都是出於兩個字, 就是敬重 事實上我們嚴家庭都是缺水缺乏 如果被他們那群馬賊上來搜掠的話 就是要我們的命 身為父母官 你不會眼白看著我們人命活肉吧 這麼大的馬賊 他在行動之前 你沒有離開一些風聲收不到的 我上山之前, 你為甚麼不跟我說 說不說, 如今同樣面對 養兵千日, 用在一招 曹君長現在不會在眾人面前 棄我們嚴家抱怨不顧吧 好, 難得你嚴老闆勁改赤在先 曹某根本不替你豁出去 不過, 我的主力部隊沒有徐軍出來 仍然留在同村 照我眼的兵力看 如果動的眼磡, 只會贏得一時三刻 所以我決定, 來個難腰折擊 前後包抄, 打倒他落花流水 你們的軍隊真是包抄 嚴老闆, 你別怪我得罪 行軍打仗你不夠我再學 要個奇兵突出 就這麼說, 周副官 是 替我傳領下去, 所有人準備出發 跟我東門出城, 走地脈複 遵命 曹君長, 你的將非同小可 就算是包抄 你也要留在這裡指揮大家 還說甚麼指揮 現在打到迷生, 大家見見行事 曹君長 老闆, 老闆 不好意思, 閑老闆 因為天降的關係 泡茶用的水也是靜的老井水 喝下去可能會有點苦 能夠把曹君長這個人送走 這杯茶怎麼苦吃 喝下去也是甘甜 幸好有老闆的瞄計 這口茶我們大家才能喝得這麼安穩 這次單憑我又怎麼可以成事呢 總之南非的兄弟 叫你繼續放浪煙 但我們這樣一犯馬賊 是不是真的可以騙到那些軍人呢 要嚇走一群保家衛國的軍人 當然是難事 但這群為利是徒貪生怕死 兵不如賊的烏合之中 要騙他們有多難 不過要掌房婆婆和東洋 把這麼大族人蒙在鼓裡 的確是難事 我們還是怕酒樓風升 等到他們回來 他們就會明白我們必不得已 不會見怪我們 更不會見怪老闆你的 甚麼掌房婆婆 真是覺得他們可以回來 你不怕這次我是一石二鳥 難得見老闆你會開玩笑 你真是鬆了一口氣 其實老闆你這麼放心 喝焦肉這一杯 喝一杯茶當然從來沒想過 我會下毒 有心人才會防有心人 我又怎會怕老闆 你真的會這麼想 掌房婆婆 老闆, 府上有人傳話 說盈老爺叫你回去 老闆, 你做事的手段 真是越來越高 這次不僅僅把曹君掌趕下山 而且還把宋家的掌房都趕出鹽家庭 爹爹, 來日方長 要趕他們出鹽家鋪 也不需要急在一時 事實上因為天罕的關係 現在山上的治安確是很亂 趕州曹君掌 我們需要藍丁留守 依我所見 應該讓他們上山 也算是權宜之計 你也說得很有道理 就依照你的意思去做 老爺, 郭棟出來找你 行了, 你先走了 知道 大哥, 你跟老闆有事要談 我去哪兒等你 不用, 你在這裡就行了 反正我們只是談同一件事 郭棟, 至於是否讓宋家的掌房 回到鹽家鋪 老闆, 老闆他持有主張 這次我想他不會令人太失望 鹽老闆, 他當然不會容許鹽家鋪的人 遇到危難就離開 捱不住就回頭 自出自入 自出自入放肆 萬希 一切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只要你點一點頭 郭棟叔就會跟你奔跑 放心吧, 老闆 幹甚麼 想改變主意 你不想點頭, 點頭也行 只要你鹽老闆吩咐 我們姓鹽的 有誰敢不聽 幹甚麼 你剛才不是說得好好的 還說得很有道理 現在為甚麼說是又不敢 說不是又不敢 爹, 你到底想我怎麼樣 我想你記起一條大道理 做大事的人 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本事在哪兒 你也應該要想清楚 你能夠做到族長這個地位 究竟是不是 完全靠自己的本事 這樣吧, 既然萬希還沒決定得到 好, 我們就出去看看 外面的人怎麼想 到時候我看鹽老闆 一定清楚知道自己怎麼做 反軍隊在山上 還沒騙人騙人騙人的時候 你們全部做出粥頭烏龜 不肯跟鹽家寶共存亡 現在勝曹他走了 馬賊又沒有上山 你們就想回頭 如果我讓你們進這個門口 我還怎麼面對 坦高尚乙派 大家是不是有甚麼誤會 我二娘已經跟你們老闆說好了 沒錯, 所謂的馬賊是我們扮的 你們其他人不知道嗎 老闆事前甚麼都沒有跟我說過 怎麼會沒有跟我說過 郭基, 剛才你的話是誰叫你說的 鹽老闆, 為甚麼不出來跟我說清楚這件事 還指鹽老闆在這個時候出來 掌房奶奶, 往當初我們上當 大家都還這麼信任 你們掌房紀仔藍 現在教導風塵婆婆的是我們 被人過橋車把 無家可歸的又是我們 這筆做你們先前是跟人家怎麼談的 婆婆, 是不是鹽老闆的乘機反口 鹽老闆呢 馬賊雖然沒有上山 但是去而復反也不奇怪 老闆現在犯著 他根本就不會來 混帳, 還是口口聲聲為有麻塵 你今天想揮殺我們所做的事 讓你們有藉口趕快走 我再說一次 總之當天誰背負了祖宗池堂 踏出了賢家婆一步 誰也不准回來 豈有此理 我早就說鹽老闆不是好人 是他才相信他 讓他們進來 老闆, 這件事是大哥吩咐做的 他老人家也說你同意了 你現在復始終反而 我怕你回去 很難跟你爹爹的交代 你走開 老闆, 你想清楚了嗎 老闆敢做, 當人想清楚了 宋當家的確是大領子侄 假扮馬賊去張聲勢想嚇走山上的士兵 如果郭基叔真是堅持 馬賊出現過的話 那我一個女人在外面回來 你們容不如 又當我是春芬似的 死都說我被那些馬賊污辱過 又想趕我走 我相信郭基叔只不過是抗敵心刺 只會一時糊塗 以為那些馬賊真的有來過 否則請你大聲聲說 嚴家舖的嚴少奶奶有嫌疑遇過馬賊 那我真是沒辦法 其實我在城內 已經遇到朗月他們 知道他們扮馬賊的事 是你和蔣房奶奶的計謀 而東陽和朗月的 而且他很擔心你會反口 不讓他們回鹽家舖 所以我才想到要辦法 在適當的時機才站出來 連你也覺得我藉著這個機會 為人取利反口複蝕 你應該說是我早就猜到 總有人想藉著這個機會 為人取利逼你反口複蝕 看來我在你眼中 真的是一個沒甚麼用的人 我從來沒說過我丈夫沒用 只不過孤掌難明 有時候有些事 與其是要你為難的 何不由我這個 不懂得大貪的父兒之輩 站出來亂說幾句話 你又不會逆老爺的意思 亦不會失信於宋家 兩全其美不好嗎 兩全其美也只怕是一事 不過無論如何 這件事辛苦了 你休息一下 失望嚴格的媳婦 回來後 應該先向老爺請個安心 就算休息也不賺了一會兒 既然做了醜人 就應該做得徹底底 免得他以為是你叫我這樣做 明白嗎 你放心 整件事總要打完場 我這個做媳婦的 總不會讓老爺爛下台 明府願行歸內 突然向老爺姑娘喊請安 請用茶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這麼俱禮 坐 好 聽你下人說 你今天早上才上山 封塵薄薄 為甚麼不早點休息 知明府封塵薄薄 老爺一定知道 今天在外面發生的事 明府除了是請安之外 正想為這件事 向老爺認錯 認錯?你做錯了甚麼 明府自知不惜大體 妄狀闖狂 糊裡糊塗的一番老實話 反而令萬熙他為難 結果令萬熙他失信於老爺 關於舊底 得明府的錯 你自己也只是說 說了些老實話 我還可以說你做錯了甚麼 明府自己一心想幫萬熙 並非有心去過問 嚴家舖裡面男人的瓜葛 這次明府犯的錯 已經令萬熙很為難 如果老爺還要怪責 就過在明府身上 事事為丈夫著想 句句話都為她打完搶 看來萬熙娶了你這個這樣的夫人 真是我們嚴家的福分 我這副老骨頭 又怎敢怪責這位嚴少奶奶呢 既然老爺沒有怪萬熙的 那明府就放下心頭大石 明府現在也要為萬熙打點打點 失陪先吧, 老爺 春芬 東昇大哥 你去哪兒 我都說虎兔石那邊 那個井已經乾了 你一個人走了十幾里去拿水嗎 無所謂, 以前也是這樣 你為甚麼不叫我 兩個人拿, 還得多走一次 難道自己這麼辛苦 其實那個井已經差不多乾了 再過一天 明天可能打不了水 你看看你, 你不要跟我一路上 你沒喝過半滴水 其實我看小琴這幾天梳頭 都躲躲了這麼辛苦 喝了它 你別浪費了 你不喝的話我把地上倒掉 伸手出來 不用了 你為甚麼喝了我一杯東昇大哥的介紹茶 剛才東昇大哥給我喝的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煮給他的 你不要再喝東昇大哥了 你有老公的 你還整天向其他人拋棄眼 小琴, 你誤會了 我誤會 我眼看你, 我問瞞 東昇大哥如果不是阻礙你的迷惑 又怎會經常想著你 事事得以為孫 今生不能開井, 都是為了你 有沒有所謂不違罪重要 最重要是叫你不要被人針對 不要被人歧視, 不要被人患災聲 真的嗎? 我沒有 我沒有對東昇大哥的任何非分之想 而我相信他這麼照顧我 也不是你所說的原因 你是淫婦還在打招臉 小琴, 你幹甚麼 滿檔小茶, 我被春婚喝的 春婚春婚? 人家是宋哥世上來 是你的嫂子 人家想做淫婦 你是不是只能讓我出來當奸夫 你馬上向春婚道歉 我本來當奸夫很危險 他是淫婦, 我說錯了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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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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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難受之外,還知道誰有幫助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不在乎聽的、說的 喜不喜歡面對的,這也是事實 事實就是,你還記不記得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事實是兩年之前,就在這個城內下面 如果不是你,我最早已經放棄了做人的勇氣了 我的命是你幫我撿回來的 是不是一個不祥人,就哪有本事要幫人救命的? 但現在是你借人離下,你真的覺得開心嗎? 你的事我知得不多 但我記得在天燈台你跟我說過 這兩年你在省城過的是什麼生活 我不知道到頭來你幫老闆打工是為了什麼 我並不是說兩年前你應該死在這裡 但你真的可以問心無愧地說 你從來沒有怨過我,沒有怪我 為什麼要救你 為什麼要令你過今時今日的日子? 我是怨,但我怨的那個不是你 我是怨過天,定個安排一個被我辜負的人 反過頭來,竟然救過我的命 不要再怪自己的女人了 你有沒有令我和小琴之間產生什麼誤會 她說的話的確是過分了 但她沒有怪錯我 因為她說的是事實 你讓我自己走,好嗎? 就算我們同路也不會有同一個結果 出婚 夠了,別再說了 兩年前就算我是你名分上 未過門的妻子 我也可以就這樣走過去 更何況今時今日 我丈夫去送東陽,不是送東昇 真的嗎?你就讓我一個人離開這裡 好嗎? 我希望借你去走 好嗎? 風裡失散 路裡重逢 福朝會衝動 事緣事緣 未見半分預告